大家好,欢来到《默碌文观》 今天介绍日本的经典恐怖飘 《午夜凶灵》第一部《死亡录像带》 一天智子邀请闺蜜雅美来家中做客 由于聊得太过尽兴 竟聊到了传说中的七天死亡录像带 智子表示之前自己与三个好友出去游玩 就在解人看那个录像带时 突然电话响起 可是拿起电话却没有声音 和传说中的一样 今天正好是第七天 智子很是后怕 就在雅美去卫生间的时候 在厨房倒水的智子 却被身后的不明物体给吓死了 由于诅咒录像带的大肆扩散 引起了记者浅川的职业本能 于是找到了听闻此时的部分高中生 大家对此重说蜂拥 只要观看了那部录像带 不光有莫名电话响起 还会被恐怖女人诅咒 七天后毫无真兆地突然死去 一度情侣就是看过录像带后 无故死于车内的 浅川回去后马上查找资料 果然查到了年轻男女死于车内的新闻 随后便让助理刚齐查一下 情侣所在的学校 而死去的智子正好是浅川的外甥女 她打算带着儿子杨姨 一起去参加智子的葬礼 来到姐姐家 经过简单的含喧问候之后 两人就准备回家 这时助理打来电话 表示死去的情侣和智子 是同一个学校的 刚出来浅川就见到了 智子的几个同学 便上前打谈消息 原来智子和两个情侣是同时死去的 因为他们同时看过那头诅咒录像带 刚看完电话铃声就响了 智子死后 雅梅也疯了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第一天 浅川来到警局了解到 两个情侣死于密闭的车内 死前曾受到过度惊吓 心脏突然停止跳动而死 从警局出来 浅川则来到智子的房间 查找线索 一个照相果的收据刀 引起了她的注意 接着就来到照相果取走的照片 但是在合影照中 四人的表情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 根据照片上提供的信息 浅川开车来到伊豆 找到四人借宿的旅店 询问店员四人的情况 突然浅川从麻麻的架子上 看到一个没有封面的录像带 店员表示 对这个录像带并没有印象 应该是客人丢下的 随后浅川就拿着这盘录像带 来到房间看了起来 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场景 出头的诡异女人 火山爆发的乱码文字 头被遮盖的怪人 有真姿的眼睛 深山老林里的一口井 看完后浅川一头雾水 刚关闭电视 就从屏幕里看到身后有个白衣女子 有头看去却什么都没有 就在这时 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 拿起电话却只能听到阵阵杂音 拨断电话后 此时正是7点08分 难道自己也中了这七天诅咒的毒吗 然后就拿着录像带匆忙离开了这里 浅川回到家 第一时间联系了浅夫高山 并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他 高山却不以为然 认为浅川就是多疑 为了增加顺服力 他直接拿出照相机 让浅夫给自己拍张照片 而自己的照片竟然和那四个人一样模糊扭曲 此时高山才完全信服 并看完拉内跑录像带 而这次电话却没有响 随后高山便让浅川帮自己重录一个 打算细细研究 第一天浅川来到高山家 把复制的录像带拿出来 开始一帧一帧的观看解析 浅川突然发现 女人书头的角度很奇怪 因为从这个角度应该能看到摄像师 就在两人研究时 高山的助手高村来找他 出版社着急要高山的论文 随后两个人又来到工作室继续查看 发现录像的眼睛里有个真字 额头被白布遮盖的人手指着远方 好像在说指纹深想亡魂在线 这句话正是三元山的一句方言 于是两人来到图书馆 查阅三元山的相关资料 很久以前那里曾发生过火山爆发 而柴木蒂的女人可以预测火山爆发 高山还打听到 预测到火山爆发的人 这是录像带里的书头女人 名字叫山春自今子 四十年前跳下三元山死了 两人便决定一起去掺木地调查 马上睡觉时 浅川突然听到儿子叫妈妈 坐起来只见一个人影蜷缩在那里 眼前突然闪现那个头被遮盖的男人 再看去又什么都没有 这时耳边传来电视的身影 原来是杨一在看那坡录像带 浅川急忙关掉电视 追马儿子录像带是从哪里来的 原来是质子让儿子看的 第二天两人就乘车来到了蝉木地 山春家以前是当地的大户御家 质精子的表兄仍然健在 一家人靠旅馆为生 而死刑的目的地就是那里 而质精子之所以自杀 是因为他预测火山爆发而冰声大噪 他本身还有透视千里眼的特异功能 后来一位好事的一雄博士 带着质精子来到东京 做实验来证明特异功能的存在 后来一雄被革职就不知去向了 而质精子还有一个女儿叫真子 两人到达旅店后 高山突然打开了身后的房门 而里面的镜子正是录像带里的同款 这时质精子的表哥 也是旅店老板正盯着两人 浅川急忙跑上去 质问质精子是否有一个女儿 老板却失口否认 晚上老板娘拿来一张质精子 和一雄博士的合影 并表示这是和质精子 唯一相关的资料了 四日高山找到老板打听质精子的事 老板表示他很古怪 每天都望着大海发呆 渔民们都不喜欢他 对他们来说大海并不吉利 因为每年都会有同胞被通斥 高山接着说道 指纹深想王红在线 就是只顾细水 鬼怪就会出现的意思吧 这精子能看透别人的内心 通晓对方最不想被人知道的是 说着老板就要离开 却被高山一把拽住说道 我也有一点这样的通灵能力 当时是你到处宣扬他的特异功能 把英雄博士叫来的吧 你认为质精子可以替你赚钱 高山依旧继续追问 相关质精子女儿的事 老板却不慎摔倒 高山赶紧前去缠服 眼前却感应到这样的画面 当时老板和他们是在一起的 眼看着质精子做实验 此时跑过来的浅川 也好像置身于当时的实验现场 质精子的特异功能猜对了所有题目 可下面一个记者却指着这是低级魔术 说完就瞬间死去 浅川也震惊地看着这一切 此时所有记者大喊他是妖怪 英雄博士则带着质精子准备离开 质精子突然停下 原来是真子靠意念杀死了那个记者 这时真子跑出来 来到浅川面前一把抓住他 浅川瞬间就倒在地上 手腕上出现了几道瘀痕 回到旅馆后 浅川就给同事打去电话 表示 知青子自杀后 博士把真子带走了 就算博士现在死了 但是真子才40岁 让同事查一下真子的资料 高山则表示 也许真子已经死了 他靠意志力都可以杀人 比他母亲的功力高出很多 这样推测 那个诅咒录像带 可能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而是真子的怨愤 我们都被诅咒了 由于出现台风 没有返航船只 高山则外出寻找返航船只 同事正好打来电话 表示根本查不到真子的信息 想到儿子的时间也是越来越短 浅川很是伤心 看了看电话 突然响起 自己看录像时 只有那个旅馆的电话响了 而家里的电话却没有响 猜测 真子应该就在那个旅馆 便来到码头寻找高山 因为台风 没有人愿意冒险 这时老板挺身而出 可以开船 带他们离开这里 在船上 两人继续讨论着真子 真子可能已死在那个旅馆 他也不是一雄博士的女儿 一雄博士是有父之父 因为跟至今子的关系 造成了丑闻 所以被大学革职 而现在只要能找到真子的尸体 才能破解诅咒 解救儿子洋溢 浅川现在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 紧接着两人 就来到了一斗的那家旅店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口井 浅川摸了摸井个 又有了感应 当时真子就站着井边 往下看时 却被一雄博士打晕 扔到了井里 那么这个井个 应该是一雄博士盖上的 以防真子出来 最后两人用力推开了井个 高山顺着绳子向井底爬去 只见四周血淋淋的指甲梗 两人笼幻着向上提水 当浅川来到井底后 四处摸索真子的尸骨 突然抓到了一把头发 记着就感觉一只手抓住了他 只见真子的尸骨慢慢浮出水面 浅川缓缓地将尸骨搂在怀里 此时正好是七点十分 浅川的七天死亡诅咒破解 所有警察赶到 把尸体打捞出来 浅川不解地问高山 博士为什么要杀死真子呢 高山打道 也许真子不是博士的女儿 真子的爸爸也许并不是人类 此时浅川首帽上的余青也消失了 第一天高山在家中写论文的时候 电视突然打开 还自动播放着那个录像带 真子撞从井里向上爬 慢慢地向前走 高山既诧异又惊慌 突然家里的电话响起 打起电话后 就看到真子从电视里爬了出来 高山连连后退 这时真子也慢慢地站起来 向他走来 就在跌倒的瞬间 却看到了真子恐怖的眼神 高山也被吓死了 得知高山惨死家中 浅川第一时间来到高山家 取走了翻路的录像带 回到家浅川看了看杨依的照片 既然自己没死 肯定自己破解了真子诅咒 那自己做了什么 而高山没有做呢 突然电视上出现一个 被白布遮盖的男人 用手指着他的包 提忙从包里拿出录像带 和复制的那个做对比 他瞬间明白 破解诅咒的秘诀 是自己翻路以后给高山看了 为了救儿子杨依 他决定翻路录像带 让父亲看 只要想保命 就必须五指尽到船下去 浅川期待满满的 朝父亲家驶去 电影结束 七天死亡录像带的诅咒 看似已经被浅川破解 那么他的儿子杨依 真的能躲过一劫吗 下期的午夜兄灵二 我们不见不散哦